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舒果 我相信有些虚夸群众可能并不了解27大团结事件 视频开头简单提一下 27大团结主要说的是肖战粉丝看不惯同人网站上的肖战同人作品 于是集体去举报AO3平台导致AO3直接在中国建立起了一堵墙 还有一件事就是微博发了一波投票 投票那种是你了解AO3嘛 70%多的人都说不知道 这恰恰证明了那些粉丝们都不知道AO3是啥就无脑喷 这还没完 在国内同人网站以及我们人畜无害的B站也遭受到了攻击 使得现在审核系统异常的堵塞 这大概就是整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直奔主题肖战真的会凉掉吗 那么首先得先提一件事 那便是基尼泰米同志的律师函事件 让人们认识到了网红明星比如流量造假的行为 在上海堡垒播出以后也是让反先入文化达到了高潮 而肖战敢在这个结果眼上出了这么个事情 我估计早晚要凉 但我们得有依据 那么我们就从根本上说起 这次事件其实就是脑残粉去跨平台喷人的这么一件事 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基尼泰米同志吗 那么人家凉掉了吗 没有 不仅没有 还在自己的饭圈混得风生水起 但面这点来看 不足以证明肖战要凉 但第二点 蔡徐坤惹到的是B站 虽然我知道说出来会被喷 但老实说B站相对于其他平台 真的可以说是略逊一筹 而且B站大部分的人也是比较有理智的 不会去随便喷别人的 但肖战惹到的是国际同仁网站 是获过余果奖的 那里面相比我们键盘侠们 都是一群有文化素养的作家 如果他们过来怼的话 我估计你都还不上嘴 而肖战偏偏惹惹到了这么大的群体 我估计量的几率再加30% 第三点 周边产品的下架 电视剧评分降低 上映推广可以说是明星的一大经济来源 而且如果肖战由于这件事导致接不到推广和电视剧的话 那么肖战将会在目前的合同到期之后直接量掉 或者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量掉 第四点 道歉事件 闭中就请 我们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这么气愤是由于AO3网站没了 而道歉信连提都没有提 只是说了一句粉丝占资源而已 其他的比如举报平台啊 把人家作者骂自闭这件事说都没有说 我们想要的道歉一句话都没有 第五点 老粉拼命系 只要微博下面有人说一句肖战不好 立马千军万马来相见 微博下面粉丝的控评也是非常的严重 就一直咯咯咯咯咯咯咯的喊 单从这点来看 我估计肖战应该是得不到多少路人粉丝了 所以肖战量的几率其实蛮大的 甚至可以说我主观的希望他量 就像上海堡垒 上海堡垒的量量让电影投资商们知道了 做烂片 观众现在已经不再买账了 而这次肖战量掉的话 便可以让那些饭圈的粉丝们意识到 你们的饭圈文化早就已经不是主流 如果你想让你那个所谓的明星 活得久一点的话 那么就在你们的安全区待着就可以了 不要再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